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芒果的规则真的挺迷的 感觉李承轩阵营拿第一拿了个寂寞 除了上场淘汰 他们阵营全员安全 这一场选人环节 感觉他这个营的阵营是完全弱势 还有啊 观众给队长投的票数也挺迷的 陈小春竟然票数最低 这骗小孩子都没人信吧 都是同一拨人 陈小春的单人solo可是拿票最多的 你要硬说那些观众只是喜欢他的表演 可是就是不喜欢他当队长 那我也没办法 所以按照芒果给出的票数 张静得票第二 所以他成为了第二个阵营队长 来最终和李承轩阵营抗衡 不过我看了新的选人规则 我感觉张静才是最大的赢家 李承轩阵营人员不变 所以他本身就有七位成员了 而张静这个队长确认了之后 个人喜爱度排在前六的哥哥就自动成为了他的初始队员 然后他们原来阵营的人也都还是会选他 这基本就意味着他其实也保留了自己原来的阵营 然后再加上了其他两个阵营喜爱度靠前的哥哥 而李承轩就只能选到喜爱度靠后的一些哥哥了 在最新一期的内容中 整个竞演将升级为冲刺阶段 原先的四个阵营将兼并为两个阵营 最后再进行巅峰对决 随着主持人刘涛公布本阶段规则 各组也是反应不一 再到确定两组队长人选 每位大咖的微表情似乎暗藏风雨 关于新任阵营的队长人选 规则要求按照排名 选取观众喜爱度最高的哥哥担任队长 面对新任队长人选 各组都想支持自己的组长 热狗坚定战赵文卓 陈小春坚定地表示自己必须要做队长 镜头也特意在他和赵文卓之间跳动 营造出一种狭路相逢 强者争锋的气氛 白举刚则力挺张进 还表示不想自己的小组解散 等到排名揭晓 令大家意外的是 张进在三位哥哥中排名第一 虽然阵营还没有组建完成 但他已是妥妥的队长 可是他的反应却是满脸的我不想 整个人苦恼地倒在桌位上 虽然他表示自己是不想和李承炫对抗 可能也是考虑到队伍变得庞大 若是还有陈小春或赵文卓的加入 他这个队长也很难做 最终张进阵营成员张进 陈小春 林志炫 张志玲 严承旭 高汉宇 热狗 尹正 胡海权 白举刚 李响 盖 陈辉 复活 李承炫阵阵营成员 李承炫 欧阳靖 李朱贤 黄冠中 刘家 张奇 瑞奇 谢天华 林晓峰 梁汉文 赵文卓 张云龙 李云迪 复活 所以你们说在选人这个环节上 李承炫是不是赢了个季末 张进才是最大的赢家呢